神的耶稣,谢谢你,你真的是实在是美好的人为神 今天晚上我们这样子的夫妇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当中 主啊,祝你再次的,主啊,做我们的心思一念 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向着你永远都是敞开的 主啊,求你此时刻,接着你的话语,主啊,来向着我们的心说话 以致主啊,当我们在学着雅各书的时候 主啊,我们真正能够经历你的话语 而且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行出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主啊,我们听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容易的就是忘了我们所听到的 而以致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好好地活出耶稣你的样式来 主啊,今天晚上请你接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主啊,有着你的能力 带着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时候 主啊,我们不要忘了你的话语 我们要牢记着你的话语的当中 主啊,能够有这个能力来为你而活着 谢谢耶稣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快快地复习一下 首先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说呢 大家晚上好,怎么样子呢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否呢,是活在你的环境之下,还是在你的环境之上呢 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我们所学习到的 就是首先主要的这两个字,希腊文叫做Perasmos 但是呢,他的意思呢,包含着试炼与试探这两个意思 在这当中,上个礼拜我们也学到了这两个字呢 其实上帝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他是看顾着我们,是陪伴着我们的 然而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当我们面对这个Perasmos的时候呢 是正常的事情 不要当做是,好像是什么 Dai Kinci, Transient Surprise的这样子的事情 雅各在这个书信里面呢 跟读者说呢,其实这是正常的 因为上帝的心意呢 就是呢,透过这些呢,来熬练我们 而这Perasmos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呢 做的是什么呢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看到吗,看到这个人 这样子的,在这个手指下 这样子的一个,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无论是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呢 怎么样子呢,他会带给我们的很大的压力 而雅各呢,却在上个星期 我们读的那些的经文当中呢 我们学会怎么样子的呢 来处理在面对着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其实在一章十三节呢 有这么说 人被诱惑呢,不可说 我是被上帝诱惑的 因为上帝呢,是不被诱惑 不被恶诱惑 他也不诱惑人 所以呢,首先呢 在这里呢 雅各也告诉我们 直接的告诉我们 上帝呢,上帝呢,是不会试探我们的 在这个试炼呢,记得吗 试炼是外在的 试探是内在的 当我们心中产生了一些的试欲的时候呢 这个试欲呢,一旦怀了胎呢 他就生出罪来 这个试探呢,是从内在的 而上帝的话语 接着雅各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首先,上帝不试探我们的 但是呢 他却可以引导我们 进入那个试探当中 你听到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上帝呢,是不会试探我们的 但是呢,他却在某些时候呢 会引导我们呢 进入这个试探当中 而在这当中呢,其实是试炼也好 是试探也好 他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呢 在这过程当中呢 怎么样子呢 有这个忍耐的心 而以致呢,我们生命能够成熟起来 你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吧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二者霸,撒旦魔鬼 这个是耶稣 这个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 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呢 所讲述的耶稣被试探 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翻开你的圣经的话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第二节就这么说 你听我说,为什么我会说到 上帝是不试探我们的 但是呢,他却有时候呢 会引导我们呢 进入那个试探当中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这么说 耶稣满有圣灵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把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在那些日子 他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饿了 所以在这段经文 刚中我们看到 首先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着的 而且呢,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呢 从约旦河回来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 是谁把他带到这个旷野当中的呢 是圣灵哦 是上帝哦 把他带到旷野呢 去领受这个 这个魔鬼的四十天的那个试探 所以呢 难怪在这个 这个哥林多前书 这个好像很多人会背的 十章十三节这么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也因此弟兄姐妹 无论是试探也好 试炼也好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个基督徒 不是风平浪静 谋轻谋懒的那种 而反而呢 相反的呢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 是靠着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呢 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 我们总要喜乐 而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神呢 我们凡事都能做 而以致呢 我们的生命越加的成熟 我们的生命越加的 而有这个忍耐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彼此的鼓励着 如果此时此刻 你的生命还继续的一如在 面对很多的考验当中 那今天晚上 我再次的跟你说 这位上帝与你同在 所以呢 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呢 有一段经文说什么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熊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呼求 祈求上帝呢 帮助我们 怎么样子呢 在面对这些的 这些的患难当中呢 我们能够靠着 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神呢 我们能够一一的来面对着 上个礼拜呢 其实有 最后的一节呢 我没有时间去说 上个礼拜呢 雅各书一章十八节 我漏了这一节 十八节这么说 他这个是讲到上帝啊 上帝呢 按着自己的旨意呢 用真理的道呢 生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成为出俗的果子 在这里呢 关键是 你看到红色的说 用真理的道 生了我们 弟兄姐妹 如果你记得的话吧 这个什么呢 这个 我们上个礼拜 讲的主要是 这个试探跟试炼 对不对 而且呢 在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 说到什么呢 我们的试探 是从我们的内在 引发出来的 怎么样子 引发呢 每一个人被诱惑 是因自己的私欲 牵引而被诱惑的 而私欲呢 既怀了胎呢 就生出罪来 罪呢 既长成呢 就生出死来 所以呢 首先在 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十五节呢 我们就看到 怎么那子呢 有着 这个诱惑 诱惑就生出了这个私欲 而一旦这个私欲怀胎呢 怀胎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baby 一个私欲的baby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旦这个baby慢慢的成长呢 最后呢 生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生出了罪了 而你 你让这个罪呢 成长的话 在你的生命中呢 那罪所带来的后果呢 就是生出了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 透过 撒旦魔鬼二者的 试探造文的内心里面呢 我们因着被诱惑 生出了私欲 而私欲一旦怀了胎 那个baby 一旦的啊 成长出来呢 我们就生出罪来了了 而以致呢 我们就走向这个死亡的这个道路 然而呢 十八节告诉我们呢 怎么样子呢 用真理的道 生了我们 这位上帝呢 按着他的心意 而他的心意呢 是要来帮助我们 是要来拯救我们 是要让我们从这个 试探中能够得着释放的 那是怎么样子做呢 他是用了这 真理啊 上帝的真理的道呢 怎么样子 使我们 从生得救啊 从生得救啊 这个从生得救呢 是上帝的作为来的 不是我们呢 说要信就信了的 而这个救恩呢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大大的礼物 是从天上而来的 是他用上帝的话语 神的道 真理的道 在这个道中我们听了 生了啊 我们重生了 我们信了 我们重生了 而在这当中呢 你看到那个 那个 那个对比吗 受到试探 怎么样子呢 私欲 诱惑 私欲 怀胎 罪 死亡 然而呢 上帝的作为呢 是什么呢 他用他的真道呢 怎么样子 在我们听的时候 按着他的旨意呢 他的真理 向着我们显明的时候 他的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工作的时候 而当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明白了之后 我们相信了之后 什么样子呢 真理的道就 使我们重生了 而以致呢 好 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 终成为什么 出熟的果子 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呢 很多时候你会读到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他们首先说到 耶稣是那个第一个 出熟的果子 这个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这个 在我们在这世上 说一切 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可以在 创世纪第一章读到 对不对 上帝造天造地 等等之类的 最后最后呢 他造了人 然后把人呢 放在伊甸 在地球的这个地方呢 来让他 在那里生活着 这是在创造中呢 上帝造了我们 把我们放在了 那个 伊甸园里面 去看理着 然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当真理的道呢 使我们重生的时候呢 这个出熟的果子 在这个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 那个新天新地之 的那个 过程当中呢 首先呢 所造被造的呢 不是天地等等 之类的东西 而在这新天新地 所 首先创造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 重生的 因着这真理的道 我们得着 重生了 那我们才能够 享用 因为上帝 接下来 会我们 为我们预备的 那个 新天新地 而在这当中 耶稣是我们 那一位 出食的果子 而我们呢 因着相信他 相信他所做的一切呢 我们也跟着他一样呢 将来呢 上帝为我们 所预备的 那个 更美好的 那个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这 这个神呢 真的是 非常的了不多 他不愿意看到我们 走上这灭亡的道路 让这个罪 继续的 牵引着我们 而以致呢 他按着他的心意呢 用这真理的道呢 就这样子的呢 让我们听了到明白的那些呢 信了他的呢 这些都是神的工作来的 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呢 曾经跟好一些的大学生 聊聊天 而有一些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当我问他们 他们怎么信主的时候呢 我有一点担心 他们是否真的是被 真理的道呢 得到了这个重生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就问了好一些的大学生 他们都是比较喜欢一些哲学 读很多的东西的 我就问了他们说 你是怎么信主呢 至少有好几位跟我这么说 我在大学里面呢 我喜欢读书 我看了这个道德经 我看了老子的书 然后我看了圣经 最后呢 我做了一个总结 圣经是最好的 我选择了来 相信了这个圣经 但是呢 在他的治理行间里呢 你没有听到 这个认罪悔改的 这个过程 没有听到一个谦卑的心 一个心降伏在上帝的主权当中 最终呢 其实他们说是信了主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信仰呢 根本就不是很稳固的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真理的道 生了我们 是上帝的工作 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靠着圣灵的恩典 上帝呢 在我们心里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 不是我选的就可以了了 这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 而是因为耶稣成就了 是按着上帝的旨意 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给我们这样子的帮助 所以呢 我想问大家 你在听了前面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八节 讲到的试炼与试探等等的 我想问大家 明白了这些之后呢 上帝的心意在这些的事情上 在我们所面对的患难 试炼与试探的过程当中 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呢 其实 你看到我刚刚放出去的这段经文 什么呢 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呢 什么 就生忍耐 而让忍耐呢 发挥完全的功用呢 怎么样子 我们能 又完全 又完整 一无所缺啊 所以呢 这些的信心的考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他的其中的一个功效呢 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让我们生出这个 忍耐 这个字哦 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是否 在最近你的祷告中 曾经 像上帝这么的呼求 神啊 求你教导我怎么样子的 更加的有耐心 更加懂得怎么样子的忍耐 如果你是这样子祷告的话呢 不要以为很稀奇哦 你生命中有更多的信心的考验 因为呢 这是上帝呢 在我们生命中呢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忍耐的心 而以致呢 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便得 又完全 又完整 一无所缺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子 跟随着神的角中呢 在这个 新的考验过程当中 让上帝成就他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学习怎么样子 依靠神 仰望神 让他知道 总是在坏的事情发生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hole world God is still in control 而以致呢 因为上帝是掌权的呢 我们他是那个最后 说了算了的那位 那我们信号他是没有错的 因为总是在坏的环境 有神在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给翻转 而因此我们的生命 可以更加的不一样 今天晚上 我们要继续看 雅各书一章 19到26节 而今天晚上呢 所主要主要的呢 要讲的是呢 什么呢 你看到了啊 这个是什么呢 耳朵 要什么呢 听 然后这个人呢 他怎么样子 他在走路 所以呢 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子的呢 听道与行道 让神来帮助我们 不是听听而已 而是听了就做 而以致呢 我们的生命 能够荣耀上帝 好 我让我们一起来 读神的话语好不好 我慢慢的读 弟兄姐妹 你用你的心来看着 让神借着他的话语 来鼓励我们的心 雅各书一章 19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明白 你们每一个人 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能实现上帝的义 所以你们要除去 一切的污秽 和累积的恶毒 要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但是你们要做行道的人 不要只做听到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只听到而不行到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住室后就离开 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 唯有查看那完美 使人自由的律法 并且时常遵守的 他不是只听了就忘 而是切实行出来 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蒙福 若有人以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 反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 是枉制图人的 在上帝 我们的父面前 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愿上帝祝福她的话语 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来走的路线呢 是这样子的来看 首先呢 接着这几段经文呢 我们要明白 在这几段经文当中呢 上帝呢 首先要我们呢 学习怎么样子的呢 来接受 祂的话语 这个接受祂的话语呢 包括了两个态度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 而且不但是接受了 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也要来 真正的来应用上帝的话语 而明白了 上帝的话语 应用了上帝的话语之后呢 我们能够透过生命呢 去分享上帝的话语 所以第一个呢 所讲到的呢 要接受神的话呢 从第19到21节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 在第19节呢 我们看到的呢 是一个心态 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是我们要操练的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呢 说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内心的心态 应该是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呢 在内心里面呢 纠正我们的道德观 怎么样子的呢 脱去误会 脱去累积的恶毒 而且呢 那个心态是呢 纯温柔谦卑的心 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等一下我看一下 前面这里有没有讲到一些 OK OK 在这里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好不好 有一个人呢 一直怀疑 他的太太的听力有问题 所以呢 他决定好好地考验一下 他的太太的听觉 所以有一天呢 下班后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太太背后的十公尺的地方 太太在做一些的东西在厨房里面 他放下了他自己的东西呢 回到家呢 放下了之后呢 他就刻意地呢 轻手轻脚地走到他太太背后的十公尺 然后这么地说 太太 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他的太太没有反应 他又轻手轻脚地呢 又走多五公尺 更加地靠近了 然后他同样地说了 太太 你听到了我的声音吗 诶 他依然没有回答我 那这个丈夫呢 他只好在 轻手轻脚地走在 更加离他三尺的地方呢 这次呢 他就说了 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这回呢 他的妻子回复了 怎么回复呢 妻子说 听见了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 其实很多时候呢 背的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心事封闭的时候呢 别人的劝告是进不了我们的心中的 所以呢 当我们的心事封闭的时候呢 神的话语呢 也进不了我们的心中的 也同样的呢 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 是最聪明的时候呢 其实 也是我们最愚昧的时候啊 所以弟兄姐妹 好不好呢 让我们 接着这堂课呢 我们真正的学习 怎么样子的 好好地来 听到 然后来行道 不要封闭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敞开 让神 借着 他的话语 借着胜利的工作呢 来帮助我们 来认识这位上帝 以至呢 我们有这个 能力来为神而活着 所以 第一个心态 讲的是什么呢 刚才我是在这里 对不对 一个 正确的心态 是一个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不好 弟兄姐妹 首先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了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 说的人很多 真正的听的人 很少 包括这个讲员 现在在这样子讲话 其实很多时候 我不晓得 弟兄姐妹 你同意吗 我们很多时候 很喜欢发表意见 说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 或者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 真正的学会聆听的人呢 没有多少 然而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的是呢 什么呢 上帝 在他的创造中 已经给了我们什么 一个嘴巴 两个耳朵 而在这当中 讲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啊 你说的 比你听的呢 要少一倍哦 或者你听的呢 要比你说的 多出一倍哦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在照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给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暗示了了 然而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说 我们随随便便的说 而以致呢 我们的生命呢 在这口舌上呢 就犯了错误了了 所以呢 在这第十九节呢 我们就听到了 这个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这个雅各呢 已经慢慢的开始了 来介绍 这个舌头 这个概念了了 而且你会在 接下来的 第二十六 还是二十七节里面 还看到 说到要怎么 勒住我们的 这个舌头 这个呢 是我们第一次 在这个雅各书的 这五章当中 第一次听到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被提出来 所以我们谈一谈 好不好 这个快快的 听到底是怎样子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 你们是否 在这 我们当中 那些做妈妈的 当你们的第一个 孙子被生出来的时候 是谁在照顾孙子的 尤其是在晚上 睡觉的时候 绝大多数 我认为 应该是妈妈 起来喂奶的 对不对 可能也有一些的 爸爸也会起来 但是我自己 有一个confession 恩轩小时候 基本上 绝大多数 都是我妻子 起来喂奶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什么 孩子 一个小小的 的声音 妈妈的耳朵 立刻就什么 很尖的就听得到的 明白在讲什么吗 一个婴孩跟一个妈妈的关系 无论那个孩子是多么的遥远 或者晚上是多么的深 身体是多么的累 那个小baby一声 两声 妈妈的耳朵就立刻的收到讯息了 而知道这个孩子呢 需要妈妈来照顾一下 哇 这个是多么多么的 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 这是一个操练来的 快快的听 这个概念呢 也像是一个 仆人在领受主人给他的祖父的时候呢 他是拿着一支笔 一本书呢 主人说什么 他就写下来 而写了之后呢 要去做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这个快快的听 很重要啊 而且要听了呢 要听进去 那个才是很重要的哦 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呢 在撒末尔记下23章14到17节呢 记载着一个故事 那时候呢 大卫在山寨里面呢 菲利斯人的驻军呢 在伯利恒 15节 大卫呢 可想着说 他自己在跟自己说话 他说 但愿有人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来给我喝 这个在战争当中的这个大卫军王呢 怎么样子突然间 口渴了 突然间有一点点的想怀念着 伯利恒城门旁的那个井的那个水 然后呢 就自言自语的这样子的说 有人去那里呢 拿个水给我多么好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呢 16节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斯人的军营 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 拿来给大卫喝 大卫却不肯喝 将水浇在耶和华面前 说 耶和华 我绝不做这件事 这三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不是他们的血吗 大卫不肯喝这水 这是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 在这故事当中 你们看到了吗 这么轻轻的一句话 却进入了那三个勇士的心里 可见他们已经学会怎么样子的 来聆听他们的君王 他们的commander 他们的那个队长所说的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白的时候 他们就立刻的去行出来 弟兄姐妹 我很惭愧的说 我不是每次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都像这三个人这样子的 毫无行动的 面对着危险的 杀了一路出去 做了那个该做的事 再把那个完全的打回 再杀回来 回到自己的军营当中 这是多么冒险的事情 但是是多么的这样子的 愿意的去行出 他们所听到的 我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本身都应该操练学习的 也因此我们有一个嘴巴两个耳朵 另外一个呢 说到了慢慢的说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叫做Steve Stephen Steve Stephen呢 他结了婚 是个基督徒 好像也是一个牧师 他呢在这个说的方面呢 他就咨询了 做了一个考察 他问了 我不懂多少户人家 都是朋友啦 基督徒啦 或者不基督徒 都是结了婚的 问他们 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呢 有哪一句话 是不应该说的 千万不要说 你说了呢 肯定会有麻烦出现的 所以呢 Steve Stephen呢 他就在这样子的调查当中 他总结了一共呢 26句呢 你不应该对你的 另外一半所说的话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是 37句呢 你应该跟你 的另外一半所说的话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快快的 你跟你的伴侣之间 什么不该说 而在这当中呢 我希望你不是 看了这些呢 就看看你的伴侣 是不是说了这些的东西 不要这样子想 你在看这个26 我没有把26个都列出 只列出了16个 你是来审查你自己 你是否在你的 关系上 其实也不止 一定就是要 跟你的伴侣 你的家人的关系 也是这样子 你是否说了这些的话 而在这当中 确实是导致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 你准备好了没有 这不该跟你的伴侣说的 26个句子 是什么来的啊 第一个 受不了你 说过吗 认罪悔改吧 第二句 这个就是很不好的 你就像你妈 说过吗 认罪悔改吧 第三句 这全都是你的错 有说过吗 第四个 你有问题哦 第五个 你不能更负起责任吗 Can't you be more responsible 第六个 我不晓得 为什么我会和你在一起 如果不高兴 离开吧 笨蛋 如果你爱我 你就会这么做的 你幼稚的像个深邃的孩童 彼此彼此啊 我永远无法理解你 你必须永远是对的吗 这是你应得的 一种你只懂得发牢骚 你不能用你的脑筋想想吗 这些的句子都是负面的哦 而你讲出了这些的话语的时候 肯定你得到的 那个回应 更加的负面 所以呢 这个Steve Stephen 其实这个只是16句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把所有的一切 找出来 你要的话你来找我 我会给你发那个体育的 但是呢 这告诉我们呢 你口里所说的很重要 我们不可以 之后你会听到 这个雅各这么说 我们不可以口里来赞美神 敬拜神 而在这同时呢 之后呢 我们用我们的 我的口声呢 来说恶毒的话 来伤害到别人的 所以这个弟兄姐妹 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这二十个句子呢 不一定就是夫妻之间 有时候跟家人 可能也会这样子的来说 对不对 跟你的哥哥姐姐 或者兄弟姐妹之间 有一些的埋怨牢骚 彼此说这样子的话语 这个不好 另外一个我们接下去看 慢慢的动怒 这里 这个真元书十四章二十九节 这么说 不轻易发怒的呢 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呢 就是很容易发怒的 它的那个fuse 它的那个线很短 不是长线的 就很短 很容易 棒棒棒爆的那种 大显愚昧 你看到了那个对比呢 不能那么容易发脾气的 那个呢 真元书说他是大有聪明的 那个很容易呢 fuse很短的 一直抱一直抱的呢 就说了 这个人呢 是愚昧的 所以呢 弟兄姐妹 要这个 其实英文的版本呢 我觉得他讲得更好 这个大有聪明是什么意思来的 这个英文的版本呢 说什么 whoever is slow to anger has great understanding 这个great understanding 给我很大的一个 明白是什么 如果你不那么容易的 发脾气的话 你有一个很容易 理解别人的心 而以致呢 你越少发脾气呢 其实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greater understanding 能够明白 能够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 怎么样子 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有更多的这样子的 一个看见 而以致呢 你不会继续的犯罪下去 另外一个 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是呢 这个生气哦 还不是犯罪哦 生气只是一个情绪来的 但是呢 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呢 你出手打人 或者你说出恶毒的话语 那你就犯罪了了 生气只是一个情绪而已 而这个生气的情绪呢 告诉你呢 你的身体不协调了了 啊 Something is bothering you 那你要去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生气的时候 你就出拳打人 或者 你的舌头变成一把利剑 把所有人都挪杀了 那你就犯罪了 所以呢 弟兄姐妹 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子的来处理我们这个负面的情绪 生气你还没有犯罪 所以呢 雅各书说呢 如果我们不领受所栽种的道呢 那我们就是 自己欺骗自己了啦 所以我们读了神的话语 我们听了神的道呢 我们要什么啊 我快快的听是要让我有一个理解的心明白对方的感受 而在听了明白之后呢 我才来想好要说些什么东西 然后呢 该生气才生气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尽力地抓住 这三句话呢 这三个呢 怎么样子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来操练着 而真正的学习怎么样子 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如果 有更多的人学会聆听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的 这个社会呢 就少了更多的那些 孤独寂寞的人啊 因为没有人听 他要讲些什么东西 OK啊 我们继续看下去 而且哦 弟兄姐妹 这里 在结尾的这一段说到呢 我们要领受 以谦卑的心来领受 神的话语 这个很重要哦 怎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不学习领受神的话语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啦 这个是打银洗来的 怎么样子 如果上帝呢 接着圣灵呢 感动着你的心的话呢 很清楚让你知道 你该做这件事情 而你不去做的话呢 他感动一次 感动两次 感动三次 可能两三次过后呢 你在这方面就不再敏感了 你的良心呢 就在这方面呢 麻木了啦 所以呢 我们就会这样子呢 陷入了一个被欺骗 或者自己欺骗自己的 那个心态了啦 听到了 明白了 不去行道的话呢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陷入了呢 被自己欺骗自己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魔鬼撒旦来欺骗我是一回事 自己欺骗自己是另外一回事哦 那我想问问大家 包括问问我自己 我们多少人现在 活在这个自己欺骗自己的心上 我们多少人每一次 在圣灵的感动的时候 我们消灭了那个圣灵的感动 一而再再再再 以至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现在呢 就是麻木不全的 对着圣灵的感动呢 也没有感动了 因为我们听了就是听了 耳朵痒痒而已 而没有去做出来 而以至呢 圣灵可以说了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 没有那个感动 很多的基督徒 会用彩色的笔 来在他的圣经里面 画很多的那个 横线这些的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呢 让这个 画出的那横线的句子呢 同样的映烙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只会在 圣经的册子上 这样子的话 但是却没有让那个 画出的那个话语 映烙在我们的心 就像我们用的彩色笔 画出的时候 我们没有让声的话语 画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是必须要我们学习 怎么样子的 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语 不是这个我听过了 这个我也听过了 我这个上次另外一个讲语 也讲过了 Internet这么多的讲语 我哪里听都可以去听了 那如果我们的心 还是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一个谦卑 顺服温柔受教的心 而在这当中 雅各鼓励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要操练怎么样子 有一颗谦卑受教 温柔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语 战战兢兢的来领受神的话语 而以致呢 我们的生命 是蛮有智慧的 你要这个自己欺骗自己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听过我讲这个 其实那些在销售 做销售的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在卖的这个东西 可能不是百分之百 所有的都是很好的 可能很好呢 有百分之八十九十很好 但是可能呢 还有百分之十呢 那个产品不一定就是很好 但是呢 我们做销售的是什么呢 只讲那百分之八十九十 不讲那百分之十 而在这当中 也要convince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这个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 才能够卖出去 那你是不是刺激 欺骗自己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操练一颗 谦卑温柔的心 受教的心 来领受上帝 向着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愿上帝能够真正的呢 帮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如果你去翻考 我现在一时忘了那段经文 但是在真言书 曾经就好像是 曾经就有这么一段 话语说什么 这么说 There's a lion outside The sluggard say 懒惰的人说 外面的街头上 有一只狮子 以后我找到那个经文 下个礼拜我给你 我告诉你 真言书这么说 懒惰的人说 外头有一 外面的街上有一头狮子 我想问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读过这段经文了 你读过这段经文之后 你会不会这样子问 为什么是懒惰的人说外面有一头狮子呢 如果外面的街上有一头狮子的话 那不是很危险咯 那不是如果你去的话 遇上狮子被狮子吃掉咯 那那个说话的人应该是谁啊 害怕的人吧 担忧的人啊 所以呢 真言书写错了吧 对不对 真言书应该说是什么 害怕的人说 外头的街上有一头狮子啊 但是 神的坏是正确的哦 那怎么样子来理解 真言书所说的这句话呢 外 懒惰的人 哦 原来 懒惰的人 根本不愿意起床 知道他应该明天去上班 早上去上班 但是呢 哎呀我 我好像我的骨头 有点痛痛啦 我的头有点痛痛啦 哦 可能外面不危险啦 等等 就呢 怎么样子呢 自己欺骗自己呢 外面有实在的危险 而已知呢 不愿意 踏出家里的大门一步啊 总是有十个人 同事给他打电话说 哎 你怎么还没有出来啊 我看了你的家 没有什么狼狼狮子的 他也不会相信的哦 因为呢 他 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呢 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只相信自己 说 所要看到的 而已知呢 他就被蒙蔽了啦 弟兄姐妹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呢 所以因此呢 我们要真正的学习 操练的是什么呢 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上帝那永远不改变 满有能力的话语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以致我们不会陷入那个 自己欺骗自己啊 你骗过你自己吗 愿圣灵 来审查我们的心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吗 第二点 要怎么样子的 来应用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呢 雅各书说 像是一面镜子 而首先呢 我们要认识到 神的话语作为一面镜子呢 他有这三个功效 他作为一面镜子 可以帮助来查考我们的生命 那是雅各书23 一章23到25节 但是呢 他也什么样子呢 可以 这里我写修复 其实我可以改一下 他应该是 洁净我们 第二个 作为一个镜子呢 他可以反映出污秽 然后呢 考察我们 然后呢 有另外一个功效 就是捷径我们 使我们修复 我们与神上帝的关系 然后呢 他有这个功能呢 来使我们的生命呢 得着腿变 我们先看看雅各书 但是你们要做 行道的人 不要只是听道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看到了吗 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 这人就像对着镜子 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住室后就离开 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相貌如何 唯有查看那完美 使人自由的法律法 并且时常遵守的 他不是听了就忘 而是切实行出来 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蒙恩 所以呢我们看到 上帝的话语呢 作为镜子呢 他不但是可以考察 他也可以洁净我们 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呢 得着腿变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都肯定会有一面镜子的吧 今天早上 你照过镜子了吗 其实我在还没有教课之前 我上了厕所 自己也照了镜子了 确定我的脸没有肮脏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照完之后呢 我就会忘了 忘了我所看到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 神的话为一个镜子 这样子的呢 他就是来 什么呢 查验我们的心 考察我们的心 神的话有这个能力 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圣经也在读着我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犯了三个错 很大的错误 当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 We merely glance at ourself 我们就是啊 匆匆的看一下而已 不是很用心的来看 而且呢 第二个错呢 我们看了之后呢 我们忘记了 我们所看到的 而第三个最致命的呢 是什么呢 我们看了 忘了呢 我们也因此呢 不能够遵行神的话 告诉我们的 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是 匆匆的一看 忘记了 然后呢 就无法行出神的话语 所以呢 听到并不等于你行到哦 听到并不等于说呢 你在顺服着上帝啊 所以弟兄姐妹 让这段话语呢 提醒我们再一次的 真正的呢 要有一颗谦卑温柔的心 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而以致呢 我们不会忘记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就刻在 我们的心板上 第二个呢 讲到的是捷径 Restoration or cleansing 或者修复恢复 在其实你看的话 在《出埃及记》呢 38章8节呢 讲到摩西呢 在造那个会幕的时候呢 在进入那个圣所之前呢 有一个这个叫做 Lava 我忘了中文怎么样讲 就是一个洗手洗脚的盆 这个盆呢 是让祭司呢 洗他的手和洗他的脚的 意味着当他这样子 洗手洗脚的呢 他就被洁净了 他就能够进入 那个至圣所里去 其实 神的话语呢 在约翰福音15章3节 也这么说 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的道呢 已经洁净了 所以上帝的话语 确实是有这个洁净的工作 以福所书5章26节这么说 以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 使他成为圣洁 这个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语 能够像水一样呢 使我们洁净 而如果你看 这个约翰福音13章1到11节 我们知道耶稣 为这门徒洗脚 耶稣说了 凡洗过澡的人 不需要再洗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可见上帝的话语呢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洁净洗净的一个功用 在旧约圣经里面呢 就有另外一个故事 在撒姆尔记下呢 12章1到15节 在这个故事里面 记载着纳丹 先知纳丹 他来找这个大卫王 然后告诉他呢 一个被偷了的小母羊的故事 而大卫呢 因着那个故事呢 很生气 当时那个有钱的人 对着那个没钱的人 偷了他的小母羊的 这样子的一个罪呢 而大卫王呢 就大发雷霆 而接着这个故事呢 纳丹就对大卫王说 你就是那个人 而接着这个故事呢 纳丹呢 先知纳丹呢 就高举了上帝的话语 成为一个镜子呢 让大卫王看清他自己 这个故事的果效是什么呢 大卫王认罪悔改了 我得罪了耶和华 而以致他认罪悔改 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话 很奇妙的 十三节 大卫突然间意识到 在听了这个上帝的话语 这个故事当中 突然间纳丹 先知纳丹转过来 说你就是那个人 所以突然间 圣灵的工作 在他的生命里面呢 他理解到 他就是那个犯罪 他就是那个 跟那个 别喜巴 这样子的结合在一起 而且一连串的犯罪 然后他把它遮盖起来 而这些呢 接着这个 新知纳丹呢 这些全部在当时就这样子的 被讲出来的时候呢 大卫王的回应就是什么呢 十三节 我得罪了耶和华 我认罪了 我错了 上帝的话语 被告取的时候呢 就像那面 那么一面镜子呢 让他看清了那他自己 而在这当中呢 大卫王所带来的是什么呢 他认罪悔改 而在这当中呢 其实很奇妙的 十三节 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十四节的那丹心 这就立刻说什么呢 哦 耶和华说 我听到了你的 谦卑你的自己 我也不会死亡 等等 我需要降在你身上的这些呢 降在你的身上等等 上帝呢 就即刻的 应着大卫回应呢 就 就 就 赦免了他的罪 哇 多么 好的一个 典故 多么好一个 值得我们学习的 上帝的话语 不只是有一个 查验考察我们的生命的功用 也是一个能够 竭尽我们生命的一个功用 但是呢 只是考察 只是竭尽 还是不够的 上帝的话语 更多能够的呢 如果我们是 谦卑 的来 温柔的来 领受神的话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呢 能够有这样子的 颓变的作用 所以呢 在哥林多后书呢 三章十八节呢 这么说 既然我们众人以 接去面纱的脸 得以看见 主的荣光 好像从 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了 与主 有同样的形象 荣上加荣 如同 从主的灵 变成的 在这里呢 其实在 哥林多后书呢 保罗在写这封书行的时候 是在 在说到呢 其实这个 面纱呢 蒙在这个脸上呢 他是在讲到 旧约跟新约的对比 而旧约呢 是透过摩西 给我们的 而在摩西呢 他上那个西乃山去 拿那个 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怎么样子呢 上帝的荣光呢 反映出了 在他的脸上 而以致呢 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的脸呢 是 充满了上帝的荣光 而且呢 以色列百姓看了 就害怕 所以呢 摩西是遮住的 但是呢 圣经的上 我的话语也说呢 摩西的脸光呢 的那个 反照出上帝的荣耀呢 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 他是慢慢的 废去的 慢慢的 淡去的 而当我们来到这个格林多 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们钉死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知道 在圣殿里面呢 当时 隔离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那个慢子呢 因着耶稣的献祭的死亡的那一刻呢 那个慢子呢 就从上而下的呢 被裂开了了 而以致呢 这个慢子呢 没有隔阂了了 也意味着上帝的同在呢 现在呢 是 借着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缘故呢 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同在 也因此呢 这个慢子就没有了 所以呢 当我们看这个 格林多 后书三章十八节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当我们呢 把我们的思想呢 专注在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透过这面禁止 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呢 我们的生命呢 能够反映出上帝的荣光 而在这当中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 需要弟兄姐妹 真正的来看的是什么呢 他这里讲到了 什么 我看一下 好像从禁止离反照 就变成了与主 有同样的形象 你看呢 这个 什么呢 这段经文呢 首先呢 讲到的呢 专注呢 是专注在 这个看见 主的荣光是 beholding the glory of God 就是要把我们的专注呢 专注在上帝的荣光 上帝的荣耀上 而在这当中呢 我们要反映出 上帝的荣耀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字叫做 变成了与主有同样的形象 这个变成的英文字呢 叫做transformation 它如果是另外 它的原文的意思呢 是叫做metamorphosis 这个metamorphosis 这个transformation 这个腿变的这个变成的这个变成的 是一个呢 就像蝴蝶 它的那个cocoon 本来是一个毛毛虫 变成了一个cocoon 这个中文我忘了怎么讲 然后呢 在里面呢 变成了蝴蝶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 从原来是这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 完全的不一样 那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焦点 专注在上帝的荣光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我们生命的那个镜子的时候呢 那个接近的时候呢 这个会驱使我们听到行道的时候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腿变 虫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而且啊 这个你看啊 在这里这个图片 对不对 这个蝴蝶 本来是在那个cocoon里面的 对不对 然后慢慢裂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蝴蝶慢慢的要跑出来 如果你看到蝴蝶当时还在里面的时候 在挣扎着 要把他的脂肪这样子的散来散去慢慢的挣扎 而在那个时候呢 你关心着这只蝴蝶 怎么样子啊 你用剪子把这个 这个cocoon给剪开了 可怜的蝴蝶出不来 我用剪刀把这个剪掉了 让你能够出来 你知道吗 这只蝴蝶 一出来 但是呢 它很快就会死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根本就飞不了 这只蝴蝶呢 是要透过自然的呢 这样子的一个腿变当中呢 在那个cocoon里面呢 不断的挣扎着 不断的拍着拍着 不断的挣扎着 而它越拍越有能力 越拍越有能力 越拍越能力 而突然间在拍拍拍拍拍的时候呢 它就操练了它的翅膀的能力 而以至它有这个能力 继续的飞行下去 如果我们把剪刀剪掉的话 让帮助它出来 它就没有这个能力 在这腿变成完完全全的 成为一只会飞的蝴蝶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个蝴蝶生命中 在cocoon里面的那个挣扎 是很真实的 可能真的是很辛苦的 但是这是它 颓变的一个过程当中 同样的弟兄姐妹 看到了吗 雅各苏所说的那个试炼试探 种种各样的那个考验 就像蝴蝶在那个困里面 这样子的挣扎着 挣扎着 挣扎着 而我们的翅膀就慢慢的 操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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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依靠神 我们就能够与神一起的飞翔了 所以弟兄姐妹 愿神的话语呢 真正的能照亮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帮助我们考察我们的生命 指证出我们做错的地方 竭尽我们而以致呢 当我们的焦点放在祂的话语 放在祂荣耀身上说呢 我们的最终的那个呢 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也变成有了耶稣基督的样子 最后最后呢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呢 要来分享神的话语 而这分享神的话语呢 不一定就是要 只是说用口里来讲而已啊 要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有这个言语上 所以刚才我说了 雅各书在他的这封书信里面呢 第一次提到这个言语 这个舌头的这个 然后呢 我们要看看这个服事是什么 然后呢 怎么样子呢 我们要为神而分别为圣 我想问弟兄姐妹 什么是真正的敬前的敬拜 一个真正的敬前的人 你怎么来定义啊 一个真正的敬前的基督徒 他的behavior是怎么样子的 大大声的祷告 祷告的很长很长 读了整本圣经 每个礼拜来教会 每个礼拜都会来教会 不会放弃聚会 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敬前的基督徒的生命吗 可能是 但是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接着神的话 来看看 一个真正的敬前的一个基督徒 信了主的 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式 26节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 反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突然的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电软世俗 所以在这里 首先弟兄姐妹你要看到 一个真正的敬前的一个生命呢 首先他学会做的呢 是管好他身体中最小的那个器官 就是那个舌头 而在这当中呢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 这个雅各书第三第四章呢 你会看到 雅各会说到 管好自己的舌头的那个人呢 他说他是完美无缺的 he's a perfect man if he can control his tongue wow 这个讲很容易 做出来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一个真正的 没有玷污清洁的 敬前的生命在神面前 不单单 首先很多人只是以为 在27节 我只要看顾 患难中的孤儿观 你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晚上也告诉我们 首先呢 一个真正的敬前的生命 经节没有玷污的敬前呢 首先呢 是什么呢 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 不然的话什么 这个人的前程是突然的 你读的圣经再多 你做的祷告再长 你来的聚会再多 如果你不勒住你的舌头的话 你的敬前 前程是突然的 哇我听了很 很揪心啊 因为我知道 我很容易在这方面 就犯了罪了 明白在讲什么吗 我就刚刚好 在什么 主日的时候 差点就犯了罪了 上个主日 来教会的时候 很早很早 我不要早来 突然间呢 就跟一个 弟兄姐妹呢 在口舌上 因为我当时就没有 心里毫无准备了 应这一句话呢 哇 虽然我没有说 恶毒的话语 虽然我没有说 骂人的话语 但是呢 我心里很清楚 我当时说出去的那句话呢 我的心里的想法是怎样子 我的口气又是怎样子的 而在这当中 上帝就告诉我了 何敬啊 你还是虔诚的基督徒吗 哦 我只有在 去到敬拜的时候 认罪悔改神 求神来帮助我 赦免我 把我心中的那个交托给神 但是我感谢神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你的舌头管好了吗 弟兄姐妹 这是奇异哦 另外一个 一个真正的金钱的生命呢 除了 勒住这个舌头 OK 这个勒住这个舌头呢 它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在加赖太书五章 21 22节 我们大家都会背的 那个圣灵的果实 对不对 最后的那个 是什么呢 节制 人爱和平等等的 最后一个是什么 节制 所以呢 一个金钱的生命呢 在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呢 它是在操练怎么样子的呢 有节制 这是一个原则来的 我们的生命 要让上帝 要让圣灵来掌控着 而不是我自己的私欲 我自己来掌控着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呢 要学习一个有金钱的生命呢 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呢 这里说 在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在圣经的时代 耶稣的那个时代 一个结了婚的妇女呢 一旦她的丈夫去世呢 她成为寡妇呢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是没有能力来照顾自己的哦 寡妇在那个时候地位是不好的哦 在我们现今二十一世纪不是这样子的哦 我们现今二十一世纪 我们是男女平等 所以呢 男人的能力 跟女人的能力呢 是相等的 所以呢 你挣的钱多少 你的挣的钱也是多少 但是在新约时代的那个时候呢 不是这样子的 做丈夫的呢 是那个把钱带到家里的 做丈夫的是那个有责任来看顾这妻子孩子的 是供应给家里的 应得上帝供应给她 他们一家 她那靠着上帝的供应呢 她要来照顾家里的妻子还有孩子 这是那个丈夫的责任 所以一旦呢 在这个家庭里面呢 那个丈夫去世掉的时候呢 那个妇女的生活 那个寡妇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所以呢 雅各呢 在鼓励那些呢 信徒呢 你要照顾这些 孤儿也是 他们失去了父母亲呢 没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而以至怎么样子呢 需要有帮助 也因此呢 弟兄姐妹 这个真正的用心的来看顾这些 不能够有能力来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些呢 上帝说这些这个是敬请的 这个是蒙上帝所喜悦的 也因此呢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的名字叫做穆勒 穆勒呢 是英国的一个有名的基督徒 他的一生呢 就是被上帝所使用着呢 来供应给很多的孤儿 他开了好多间的那个孤儿院 他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呢 其实穆勒呢 他的生命的那个 如果你看到穆勒的生命 你就会看到孤儿 你会看到信心 你会看到祷告 而穆勒呢 他是相信上帝会供应给他 所以他不会像现在的 一些的服饰这样子 他现在的服饰呢 一般会筹款 穆勒在那时候呢 他是从来不筹款的 他相信通过祷告 相信依靠神呢 上帝会供应给他 所有的一切 包括这些孤儿呢 上帝肯定会祝福他们的 所以他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他所住的那间孤儿院呢 其实呢 他们已经没有钱了了 甚至呢 连早餐都没有 所以那个 那一天的早上呢 穆勒下来呢 坐在餐桌前呢 所有的餐具都摆好了 而所有的孩子呢 也一个接一个呢 坐好在餐桌前了了 该准备吃早餐 然而 当天的早餐 厨房里根本就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钱去买了 穆勒理所当然了 看了所有的孩子也说 我们来做谢饭祷告吧 而你知道怎么样子吗 他就一起带领着大家 这样子来祷告 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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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大家说了一个阿们 一阿们完呢 门口就有一个铃声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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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了 穆勒就去开门 喂 是一个陌生人来的 他就说了 是这样子的 我是一个送面包的 开着那个卡车的送面包的人 但是我的卡车呢 他的轮子坏了了 爆了了 而我没有多余的那个呢 要去修理 总是修理好呢 也到不了我要送的那个地方去 然后我就有这个感动 我把车上的所有的面包呢 就送给你们吧 当天早上 所有孩子的早餐 都解决了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的心意哦 要我们那些真正的自认为是虔诚的 要看顾在患当中的孤儿寡妇 可能在我们的现今的社会当中呢 我们不只是这个孤儿寡妇 可能21世纪呢 还有其他的挑战 还有一些呢 他们不能够帮助 这个原则是在哪里呢 要有一颗怜悯的心 来看顾着那些呢 无法照顾自己 不要只是照顾你自己而已 也要看顾那些 无法有能力生存下去的 你也要来照顾着这些人哦 可能在我们的现今的社会当中呢 另外一些我觉得 有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是什么呢 像那些单亲的妈妈 是否在我们教会当中 就有这些 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 没有去帮助的 那好不好教会 弟兄姐妹 在你的小组 在你周边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在挣扎着 无法帮助自己呢 那我们能不能够 让上帝的怜悯的心 进入我们的心呢 来关爱帮助这些人 最后最后一个 就是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除了要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 是为神而活 也因此呢 当你学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那你的生命呢 就是一个敬虔的生命 时间的关系 我不讲的太多的细节 我快快的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好不好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他叫做Eric Lido 或者中文叫做爱里克利德 他是一个很会跑的 赛跑的一个英国人 他知道他的两双的飞腿呢 是上帝创造他的 所以呢 他也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他从小就有一个 很敬虔 很爱主的一个心 他读书也很聪明 也很厉害 他在运动场上呢 也是赛跑的健将 以至呢 他就加入了 因为他很会跑 他就加入了这个什么 奥林匹克赛 代表着 他的苏格兰 他的家乡来赛跑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然而 他本来要报名 他最强项就是100米端跑 然而他发现了 他的在那个 那年的奥林匹克的 那个100米的 那个项目的 那个决赛呢 是在一个主日进行的哦 你到这个 埃里克 利德尔 他怎么做吗 他为了 尊敬上帝 敬拜上帝 主日是分别给上帝的 你要他怎么做吗 他选择不在那天 他100米最强项的 那个肯定能够夺金的 他反而取消了他的名额 不参与那个比赛啊 反而呢把自己 报名在那个400米的 那个跑 那个不是他最 最最会跑的那一个 整个英国 整个苏格兰 都认为他是疯了 认为他为上帝这样子做值得吗 而他的名字 几乎在那个时候成为 所有英国人的堕骂的 说他真的是白痴了 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然而爱立刻 因为他有个敬虔的生命 他知道他的生命 不能够跟着这世俗的 世界的东西跑着 他要继续的尊敬上帝 把上帝高取 他选择了不参赛 你知道吗 很奇妙的 在他不是很强项的400米 他也赢得了一个奖杯 我记得的话好像是 silver or gold 其中的一个 但是就是一个 他本来不是很擅长的 他却赢得了一个奖杯 所有的世界的人都傻了 都懵了 他不强项的 反而他还能够拿到 这样子的一个奖杯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那位 造他腿的那位 给他能力的那位 也因此 埃利克知道 他的这个赛跑 他的这个飞腿 是上帝给他的 所以呢 他才能够说出了 这么一句话 你看到荧幕上的那个 When I run I feel the pleasure of God 当我在跑的时候 我感觉到 上帝的喜悦 在我的心里面 因为这是上帝 造他 要他做出的 埃利克没有停留在 那个冠军 我就是那个世界冠军的 那个 那样子一个 荣耀里面 他放弃了所有的一切 最终最终 成为一个宣教士 去了中国 在那里 为主传福音 也在那里 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 很年轻的年龄呢 他就死掉了了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 敬虔的生命 为主而活出来的一个生命 我说了这么多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心里的感想是怎样子 但是好不好呢 让我们在回顾的时候 讲到了听到要行到 讲到了听到要有两个心态 一个是那样子的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一个是一个敬虔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语 要怎样子来行出神的话语 要来服事神 这些的等等的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再一次的安静下 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再听到了埃利克这样子的生命 那好吧 我鼓励大家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 成为那个活计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吗 哈利路亚 谢谢你耶稣 我们奔赞美你 兄姐妹 要么开口的来回 阿利路亚 我不晓得你听了这么多 阿利路亚 我们在这里一路上 我们一路亚为你 有两点的你来回应他两路 耶稣我们赞美你 让你领我们 祈祈祢来 帮助我们 祈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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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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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 少彩主 其他 放我 少彩主 其他 放我 少彩主 其他 谢谢你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点让我们心中 主啊 那颗微小的火 主啊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认罪悔改 主啊 我们不要我们的心 是麻木的 我们不要我们的心 是听了忘记的那种 主啊 我们要我们的心 是那个好的泥土 能够发芽成长的 主啊 今天晚上 请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来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匆匆忙忙的来到上帝的同在中 听了神的话语 匆匆忙忙的又离开又忘记了 好不好 弟兄姐妹 你此时时刻真正的跟神 这样子的来交通好不好 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是否真正的面对着生命中种种的挑战 好不好 此时时刻 你来到圣人面前 支取神给你的那个力量 重新的把握那个方向 焦点放在神身上 谢谢你耶稣 主耶稣 我们把我们的心再次的带到你面前来 主啊 你拿走那个 主 我们向你认罪悔改 你拿走我们那个刚硬的心 主啊 你已经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了 主啊 让我们回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是战战兢兢的 是回应你的话语的 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有所颓变 有所改变 而以致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埃利克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鼓励着我们 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学习他的样式 学习耶稣 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求你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个很好的睡眠 让我们明天能够继续的 主啊 展开笑容 为你而活着 谢谢耶稣这样子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